清明前后种瓜点豆 现在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镜头去各地看一看 在西藏莫托云雾缭绕 雅鲁藏不将奔腾 这种温和湿润的自然环境 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 最近莫托春茶的采收已经开始了 茶农们手腕翻飞 嫩粒的茶叶落入筐中 2013年莫托公路的正式通车 让这座美丽的小城不再是高原孤岛 莫托的茶叶也通过公路运出了小城 2024年莫托县计划收购茶仙叶100万斤以上 产值预计可以达到1000万元以上 随着气温的回升 河南省西平县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的 108万亩小麦进入八节期 麦田春館迎来了关键阶段 田间千末纵横勾渠通畅 农情重情监测站立于田间 为农户保商防病追肥作业提供实时参考 纸针市水肥一体化烹灌设施 吐出了团团水雾滋润着片片清麦 春天的麦苗长势喜人 为夏凉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大围镇的稻田 一台无人驾驶的插秧机正穿梭在田间 将秧苗一行行整齐地插入稻田 像这样的一台无人插秧机 每天能够插秧40亩 是人工速度的40多倍 无人驾驶农机依托实时动态定位技术 可实现田间自动插秧 智能避障 掉头转弯等 全程无人作业 今年贵港市贵北区早稻的播种面积是13.85万亩 目前已经完成了插秧12万亩 智慧农业让春耕跑出了加速度 在杭州市萧山区义桥镇的丁家庄村 连片的小麦已经进入拔节期 长势正旺 一台无人机正在进行寻田工作 与普通农业无人机不同的是 这台无人机上搭载着一个多光谱相机 通过多光谱成像 就可以获取小麦的生长信息了 眼下正是农业生产的关键节点 各种高科技 智能化 高效的农机具纷纷上岗 或许起了春耕新制生产力 为农业生产注入新动能 在山东省邹平市明吉镇高标准农田里 青绿色的麦苗郁郁葱葱 指针式喷灌机正在进行水肥一体的喷灌作业 喷灌机像钟表的指针一样围绕着中心旋转 将水肥均匀地喷洒在田地里 喝足了水的麦田一派生机盎然 相比传统的大水慢灌的方式 指针式喷灌机的节水率和节电率可达60% 当地已经有2万多亩农田用上了这种机器 位于淮河沿岸的淮南市凤台县的是安徽省的小麦主产区 眼下这里的67.5万亩的小麦进入拔结运碎期 正处于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 那当前小麦的长势如何呢 我们来连线正在凤台县采访的总台记者刘军 刘军你好 请带来你的观察 好的 虎蝶 那么我现在是在位于凤台县贵吉镇大王村的 这个凤台县的国家农业科技园 那么我身后的高标准农田里 这个青青的麦苗仿佛是给大地拍上了一层绿色地毯 那么这个麦苗也是长势阵望 那么现在这个正是处于小麦的拔结运碎期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阶段的小麦是有什么特点呢 那么小麦一般是有5到7节 那么长出第一节的时候 就是进入了拔结期 那么长出第二节的时候 其实就是开始边运碎边拔结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的这颗麦苗 那么这颗麦苗 大家可以看到是已经长出了第四节 那么也就说明 咱们这里的这个小麦是已经进入了运碎期 那么俗话说 小麦青棉拔三节 那么这个田馆追肥正当时 那么也就是说 在青棉时节 这个小麦的生长是十分的迅速 那么也就要确保小麦的健康生长 以及还有能够取得高产的 那么至关重要的就是要确保水分和养分的充足 那么现在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里正在使用无人质宝机 在给小麦喷洒这个叶面肥 那么喷洒叶面肥的作用 就是在小麦拔结运碎的关键时期 来增加小麦的这个营养的供应 这样就可以增加小麦的子力数 而且还可以让小麦更加强壮 抗早衰 那么这边就是刚刚完成作业的一台无人机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鸡手现在正在添加肥料准备继续作业 那么像这样的一台大型的无人机 一次可以装载130斤的肥料 不仅效率高 而且是非均匀 那么像这样一台无人机 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100亩地的施肥作业 那么像我现在所在的这块地方 就是有3000亩的小麦 那么使用6台无人机 其实只要半天就可以全部完成了 那么进入到4月份呢 病虫害的防治也是小麦管理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那么根据安徽省直保总站的综合分析预测呢 今年安徽省小麦病虫害呢 是总体呈现一个偏重到大发生的一个趋势 其中像小麦痴迷病是存在大流行的风险 那么防空的形势呢还是比较严峻的 那么如何来进行有效的防治呢 我在凤台县采访就发现啊 这里呢是通过建立这种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 不仅呢是可以实时监测田块的温度和湿度 而且呢在田里呢 还是安装了各种病虫害的监测设备 这样呢就可以实时的来监测 农作物的病虫害的发生情况 来为防治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 同时呢像凤台县啊 还是把全线的这个500多架的 直保无人机啊是纳入了运营监管系统 那么也是实现了全线的这个 直保监管的全覆盖 那么像无人机的作业的这个信息数据啊 就可以上传到平台之后呢 工作人员就可以根据咱们这个实时的数据 以及历史的大数据呢 来系统的分析对比运算 这样呢像咱们小麦的 直保的完成情况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像这样专业的社会化的直保服务啊 一方面是能够提升直保的科技含量 另一方面也是促进了农药化肥的减实增效 来推动绿色农业的发展 那么像过去啊 比如说一家一户来采购像化肥或者是农药 他们的这个溢价能力呢就比较低 但是现在啊通过咱们这个农业社会化 服务主体的集中采购 那么像化肥呢 每吨就可以减少采购的成本 大约是200块钱 那么像农药啊 每某也是可以降低费用的是15元 那么据了解呢 目前凤台县的300多家农业服务主体啊 现在利用现代化的直保无人机设施呢 是对全县8万多户的小农户的土地 来开展了农业生产的托管服务 这样呢也就推动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提高了咱们春耕春管的质量和效率 也为咱们今年啊 小麦的风产风收打下了基础 那么蝴蝶我在安徽凤台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谢谢刘军为我们带来的春耕春管的消息 谢谢大家